据说一战时德国士兵挖的战壕一定是直角的 因为他们认为相较于圆角战壕 直角战壕更能有效减少冲击波的伤害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亚当和吉米决定先做个模拟测试 由于水波和冲击波都属于移动波 并且水波移动速度慢更方便观察 于是亚当用透明塑料打造了三个不同形状的水槽 而其中一个是直线形作为对照组 另外两个分别带有直角和圆形拐角 看不同形状的拐角能否影响水波的传递 接下来他们在水槽中注入了清水和几滴色素 然后又在水面覆盖了一层橄榄油 当亚当轻轻在水中滑动时 侧面就能清晰看到起伏的水波 为了让水波更加稳定 亚当制作了一个自动滑水装置 只要对比水槽末端振幅的大小 就能分析出形状对水波传递的影响 首次测试的是直线形水槽 等化水装置启动后 亚当测得水槽末端最大阵幅为1.9厘米 紧接着他们又对直角形水槽进行了测试 这次很直观地看到水波的衰减非常明显 并且在经过第一个直角时 阵幅已经减小了三分之二 而到了水槽末端 最大阵幅就只剩下0.3厘米了 之后他们换上了圆角水槽开始测试 这时测得末端阵幅为0.63厘米 虽然相比直线形水槽减小了很多 但还是没有直角形水槽的效果好 显然直角能更大程度阻挡水波的传递 那么如果将水波换成爆炸冲击波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不同呢 接下来他们将用TNT进行爆炸实验 下面亚当和吉里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在这里还原一战时的战场情况 亚当首先在地面画出战壕的轮廓 然后在挖机的帮助下 很快挖出三条同等长度但不同形状的战壕 为了方便观察爆炸后的受损程度 亚当用不同颜色的木板对侧臂进行了支撑 同时还分别在每隔三米处安装一组传感器 以便对比不同战壕的冲击波强度 而首先进行的是地面爆炸的对比测试 专家将11公斤TNT放置在预定地点后 他们在安全屋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时传感器在15米处侧的压力为35000Pa 紧接着他们又在直线战壕布置了等量的炸药 可当他们再次引爆的时候 巨大的冲击波将木板炸的四处飞散 并且整个战壕已经面目全非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每组传感器测得的数据都远远高于地面 甚至战壕末端的压力值依然高达96000Pa 显然直线战壕会增强爆炸的威力 那么有拐角的战壕是否能够阻挡冲击波的传递呢 接下来他们引爆了直角战壕内的TNT 虽然爆炸的威力没有变化 但这次拐角之后的木板基本完好 并且每组传感器数据都要低于直线战壕 而末端冲击波压力只有48000Pa 这说明直角削弱了爆炸的破坏力 可圆角战壕对冲击波的影响又会怎样呢 这次爆炸的火焰直接漫过了第二个圆角 相比直角战壕 冲击波在圆角战壕内的穿透力更强 这也导致末端的损坏更加严重 所以如果让你打鬼子 你会如何挖战壕呢